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些大了 身后背着一口大锅 特别像忍者神龟 还一次还被名人和队友瞧不起 在执行任务时 古届主要负责做饭 古届也不客气说道 我曾和二代火影 自来也 其目说帽都一起参加过任务 大家只当他是吹牛并没有在意 古届的厨艺十分高昌 在任务时帮小队制作美味的食物 都快把几人养胖了 几天后小队在边境 突然发现有敌国忍者来袭 人数竟然多达几十人 队长一看 敌人忍数众多就自己断后 让三名队员逃回去报信 但是敌人也不会轻易放过他们 还是派人阻拦三人 一名队友为了掩护名人和古届 自己留下来和敌人拼命 名人和古届就往山上跑去 被三名忍者拦住 古届扔出大锅躲在其中 一出手干掉了两人 名人想偷袭敌人的队长 差点被一脚踹进山崖 古届一看 名人有威胁 逃出刀上下摆动 使出一招 木叶柳柳 瞬间 刀化成了无数柳叶的形状 敌人队长中了幻术 无法动弹 被古届一招干掉 这时 敌人大批部队赶到 想要继续追击两人 古届为了掩护名人回村报信 指定留下来对付敌人 名人刚走 大批敌人追来 古届掏出刀式兵影十分帅气 一番行云流水的动作 达到敌人措手不及 并且 他背的大锅 还拥有平地锅的作用 能够抵挡敌人的攻击 古届一个人大战一群忍者 还是受了伤 敌人 想用土盾干掉古届 古届想起了二代火影胶 他的水盾 利用水盾逃了出来 然后又使用三代火影胶的手里剑 干掉了大批忍者 结果敌人用土盾偷袭了古届的脚 没想到 古届虽然重创了敌人 自己也受了重伤 敌人首领 被木届下人的超高战斗力给惊呆了 刚才的两个上人 都被我们轻松干掉 这木届的下人要逆天哪 就在敌人首领想要杀了古届时 名人返回来 想救他 古届根本不让名人插手 他想要大战这位女人者 女人者的土盾 被古届的水盾抵挡 直接使用一发水盾 干掉了敌人首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本期互动话题 测试你选中的忍者能打败古届吗 手机截图 我按下在链键选中图片 告诉我你的答案吧